有发现这一身修念佛法门修得很好 可是临终业障现前不要人来祝念 这时候怎么办 只好随他去了还有什么怎么办 有我曾经见过 平时念佛念得很好 灵运中是贪神罢死 不肯让人诅念 听到阿弥陀佛就讨厌 确实有 但是他还是死了 那么这种人死了之后 我们想的依旧搞六道的五道 这一桩事情要在平时方面 灵运中时来不及了 所以念佛人对教理不能不同 这个很重要啊 换句话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人坚定不死 只有一生 有过去 有未来 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今天讲自然的 新陈代谢的现象 明了这个现象 生也没有什么好高兴 死也没有什么恐怖 真正了解 真正了解四世真相的人 真正了解四世真相的人 我们都明了 生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 那么样的自然 一丝毫恐怖 懂 学生受胜 就跟穿衣服脱衣服 没有面 因此 我们希望来生 比这一生生活环境更好 日子过得更好 那你就要懂 断卧修善的道理 一个人生活为什么很痛苦 为什么很艰难 我也感到 有些人在一生当中过得很幸福 过得很快乐 那是善业感到 因多半是过去身中重 过去身中重的因 佛常讲 于知前世的因 前世我们干的是什么 今生受这 我们这一生的受用 是果报 过去身中重的因 这一生则是果报 于知来世古 今生做这事 你要想想 我来世会怎么样 那你就想 你这一生的造作 你的思想 你的言行 我们这一生造点 这一生造点 来生果报 去去 果然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就要清楚 纵然 这一生受尽苦难 直到前身没有造善业 这可不要紧 现在受尽苦难 现在受尽苦难 现在懂得了 我从今往后 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来生 书生好的果报 就会下去 如果我们断卧修善 做得很积极 很努力 很认真地在做 往往这一生 后半世的命运 就改变了 廖凡先生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遇到凌骨禅寺之后 听凌骨禅寺的开示 他觉悟了 他明白了 命确确实实 是自己造的 所以他从此 改造命运的修修法 他真的改过来了 他命里头没有功名 用现在话来说 他命中没有学位 结果 他考中了举人 考中了静寺 中国过去 举人静寺 是十位的名称 静寺是最高的学位 相当于现在的波斯 举人相当于硕士 命里头没有这个功名的 他得到 这是靠 这一生当中 努力 他的修行 主相修行 用功果歌 每一天做的 上司 卧司 都记载下来 但是这个方法呢 虽然很笨拙 对于初学的人 特别有效 我们是凡夫 我们不是神人 不可以好高无远 用功过歌来天天反省 天天改过 会收到 殊胜的效果 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学不着相 学不分别 最后没有一个不得了 那个办法太高了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根性 要晓得自己的程度 那个笨拙的方法 往往产生了不思议的效果 我们不妨用这个办法修 修个十年二十年 再提升 往上提升 渐渐的利益一切相 及一切法 那个成就 无比的殊胜 可是自己 一定 要明了 自己境界 是不是真的 提升到这个阶层 如果不是真的 那这个后果是得其法 这个道理要懂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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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